很多人都喜欢吃白菜豆腐猪肉炖粉条 大家好,我是佳佳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做法 这样炖出来的粉条软而不烂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颗白菜 把它的叶子一片片的撕开 然后装进大一点的盆里 用流动的清水仔细的清洗 搓掉白菜上的灰尘 洗净之后放入沥水栏中 接下来把菜叶与菜斑分开 菜帮切成条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菜叶撕成块 撕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将白菜叶撕成大大的小块 撕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老豆腐 先把它对棒切开 再切成长长的方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红薯粉条 倒入适量的温水没过它 这样可以缩短的温水 这样可以缩短烹饪时间 接下来准备一块洗净去皮的五花肉 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 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来几片大蒜 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准备几根小葱 葱白和葱绿分开 葱白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葱绿切为缠断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个干辣椒 切成小段 放在一起备用 还有一块桂皮和一个八角 现在起锅 锅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把豆腐一块一块放入锅中 煎至一面金黄后 再翻另一面 继续煎 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敞出备用 接着锅中留少许油 把五花肉倒入锅中煸炒 将五花肉炒香炒出油 把肉片炒至微微发黄 这样吃起来更香 炒香之后加入葱姜蒜 八角桂皮干辣椒 开大火继续煸香 炒出香味之后倒入白菜帮 炒至断生 炒至断生后放入白菜叶 继继续大火把白菜叶炒软 炒好了 关火倒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砂锅炖出来会更好吃 保温效果也会更好 这时加入一勺黄豆酱 一勺食盐 少许胡椒粉去腥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用筷子将调料搅拌均匀 使其入味 盖上盖子 继续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 加入粉条和豆腐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大火烧五六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撒上葱段 稍稍翻动一下 哇 好香啊 白菜豆腐猪肉炖粉条 就做好啦 豆腐吸足了汤汁 吃起来焦香入味 粉条软而不烂 五花肉肥而不腻 吃起来太满足了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我的头像 还有更多美食内容 也可以关注我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